7月3日,很久没在内地露面的桂轮美一席眉红色小短裙翘力量向上海为某品牌代言 自2011年下半年至今,除了一部票房惨淡的圣诞玫瑰,桂轮美就再也没有新作问世 有关桂轮美的消息也悄悄淡出各大娱乐版面 然而就在近期,将桂轮美一手捧红的周杰伦载出新片 一部浪漫动作歌舞大片《天台爱情》为银鲜活 而各大媒体的镜头也都转向了这位新任伦女郎李心爱 说到无缘这部周导热片,桂轮美坦言并不遗憾 当然不会,因为她自己心中会有很适合那个角色的人选 那我还是会去支持她的电影,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那会想和周杰伦再合作吗? 有机会当然想啊 对于新任伦女郎李心爱,桂轮美没做过多评论 毕竟新欢旧爱这种问题的确让人尴尬 不过桂轮美还是送上了相当官方的祝福 我觉得她,我其实只看了几张照片而已 我并不是特别认识这个人 那我觉得很漂亮啊 提到正牌男友戴笠人,桂轮美终于露出笑容 这场相差17年的忘年恋一直十分稳定 但以过而历之年的她却依旧没有结婚的打算 喜欢我的人,就造型怎么改变都差不多吧 那三十而历会想成家吗? 没有特别这样的打算 对,那我其实一直都还蛮顺顺的自己的心性走的 对,没有特别做这个方面的计划 酷六上海报道